现在凯尔对车辆舒适性要求的不断提高呢 我们今天就为大家来介绍一款解放的96F 为什么要介绍这款车呢 据说它的卧铺是可以睡到两个人的 然后具体是什么操作实现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现在我给大家来操作一下具体的方法 首先拆开它的头枕 放下座椅 可以看到它得到了一个相对平整的空间 而且断气差也不会影响到整体的一个高度 再来看一下它的单层卧铺的宽度 大约是52公分左右 再看一下它的双层 宽度大约达到了104厘米 最后呢 值得说一下的就是呢 它的底板都是采用了一个木板的材质 对于睡两个人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它的一个承重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窗 对于晚上乘客的休息来说的话 是一个很人性化的一个设计了 目前这款车主要是在收割机运输这方面 会用的比较的多一些 如果您对驾驶式舒适性有更高的要求 那么这款JLF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这个不错的 最后issaît 那就是 感谢观看